拿什么拯救邓紫棋,不穿打底裤就上台了?网友,露出的黑色好神秘。 直以来邓紫棋的造型师都是大家吐槽的点。 要知道每次邓紫棋无论是舞台还是活动look,那打扮简直堪比时尚灾难啊。 接下来小妖给你们糖点下邓紫棋那些独特品味的打扮吧。 她就是邓紫棋,之前在内地参加节目的她,在打扮上是不是超级好看? 瞅瞅着白色上衣,银丝喷绘短裤,不仅若隐若现地露出马甲线。 高腰短裤还将双腿勾勒得更加修长,随意一凹都是小鲜鸭。 幕结束后,邓紫棋的打扮就一年难尽了呀,看看这样的无袖背心,紧身皮裤。 脚上踩着的粗跟高跟鞋看起来是不是很炫酷呢?这样的紧身皮裤穿在邓紫棋身上。 不仅没有勾勒出腿型,还将大腿粗脏的缺点暴露出来,可以说是非常尴尬了。 只见之前邓紫棋在舞台上的这身装扮,鲜艳的大红色连衣裙搭配上过西长筒皮靴。 虽然邓紫棋在舞台上唱得很卖力,可还是难以阻挡大家的眼神被这性感的身材所吸引呀。 邓紫棋出生于上海,家中长女,下有一个妹妹,四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。 父亲是香港人,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,外祖母为歌唱老师,舅父为小提琴首,外祖父则是乐团萨克斯封首。 邓紫棋离开上海前与外婆同住,在家人寻陶下,自小热爱音乐。 五岁起便尝试作曲及填词,十三岁完成英国皇家钢琴简定考试八集。 而首张EP中顺公主为十三岁时所创作的作品。 七岁时,邓参与演出教育电视。 十三岁时,与陈奕迅合拍加州红月比意卖广告。 2006年,在Westlife亚洲学会演唱会,Westlife Phase II Phase Asia Tour,记者会中担任表演嘉宾。 2003年,邓毕与在香港九龙太子道西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上午校,为校内师歌班成然。 中学生读九龙油麻的真光女书院,课余时参与体操活动。 中学一年级起,不断地参加各项歌唱比赛,曾于一年内赢得五项歌唱比赛冠军。 2006年,参加Spice It Up学员继获得冠军,亚军为JW。 比赛中,被现任经理人张丹邀请签约疯鸟音乐。 2008年,邓在香港中学会考取得21分的成绩。 同年10月,正式出道成为发片歌手发行首张个人EPGEM。 荣获是扎乐坛声力军女歌手金奖,成为历来最年轻,同时也是首位未成年得奖者。